刚过某时,太子苏一脸喜气的大步跨入了甘堂宫,人上未到门口,声音就飘了进来,母后,母后,手在宫门的春梅打了个手势,清虚的一声,示意她不可声张,太子苏顿住步子,小声问道,母后的,春梅小声应道, 夫人一宵未睡,正在踏上休息,殿下可有要事啊,哎呀,快去禀报母后,就说儿臣有要事求见,春梅扫了她一眼,走进宫门,不一会儿走出来, 夫人有指,问殿下有何急事,太子苏喜行余色,声音都发颤了,禀报母后,就说特大喜讯,欲贼子欲,负罪自杀了, 春梅父走进去,不一会儿,从门内,传来春梅冷冷的声音, 夫人有指,喜讯是殿下一个人的,与夫人无关,殿下可以走了, 太子苏大势尴尬,转身,杏杏走去, 一身假衣的燕军主将子之,大步驱入明光宫正殿, 至燕文宫前,倒地扣道, 末将扣见君上,燕文宫摆了摆手,将军免礼, 子之起身,在右手席前坐下, 燕文宫手指着坐在他对面席位上的苏秦道, 子之将军,寡人向你引荐一人, 天下明是苏秦, 子之朝苏秦拱了拱手, 啊,苏子大明在下九阳了, 苏秦一拱手道, 谢将军美颜, 殿外传来脚步声, 老内臣踉跄走入, 倒地气道, 君上, 长公子他, 无须再问了, 燕文宫已知发生何事了,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, 老内臣气不成声, 他, 他走了, 店中死一般的沉寂, 只有老内臣的抽气声, 许久燕文宫缓缓地睁开了眼睛, 这个逆子走了也好, 他顿了一顿又说, 他没说什么吧, 长公子说, 说公父母后儿臣来了, 儿臣这就来了, 两行老泪滚出了燕文宫的眼睛, 许久他摆了摆手, 哑着嗓子, 葬了吧, 葬在赵妃身边, 让他们娘俩好好唠唠, 还有, 在赵妃旧宫的灵堂里, 为他设个牌位, 老奴遵旨, 望着老内臣见退见远, 燕文宫抬起头来, 以袖示泪, 苏子, 紫芝, 这一桩事情算是结了, 我们君臣说说后面的事吧, 紫芝苏秦互望了一眼, 一起拱手道, 锦听君上吩咐, 燕文宫转向了苏秦, 听夫人说, 苏子曾言寡人无鸡, 有鸡者奄奄, 寡人之鸡旨在武阳, 苏子却说寡人无鸡, 想必燕国之鸡, 旨的必不是武阳之货, 子芝是燕国栋梁, 也是寡人贤依, 此处再无他人, 燕国之鸡何在, 苏子可否名言呢, 苏秦拱了拱手, 君上圣名, 在苏秦来看, 燕国之鸡不在武阳之乱, 而在于国无长策呀, 燕文宫身子前卿, 寡人愿闻其详, 人之鸡无非寒热失调, 国之鸡无非内忧外患, 燕国内有大忧, 外有大患, 却无长策应对, 苏秦是以判断燕有大鸡呀, 请问苏子内忧何在呀, 中原列国皆在任贤用能, 变法改制, 唯有燕国, 殷寻守旧, 任人为亲, 致使朝纲不治, 庭无能臣, 苏秦以为, 燕之大鸡在此, 苏秦所言, 子之是神有感触, 抱权负荷道, 君上, 苏子所言甚是, 末将以为, 祖宗惩罚皆是旧制, 早已不合燕国实情了, 是该变一变了, 苏秦出口即要变法改制, 倒是大出燕文宫意料, 燕国偏居东北, 自入列国以来, 一直未受三进, 齐楚秦变法的影响, 例行祖宗惩罚, 以贵族治国, 以宗法断世, 致使燕国平庸者当朝, 贤能者在也, 远远落后于他国, 关于如何变法, 燕文宫前些年曾经想过, 一来因为此事涉及面过广, 一旦改制孔生内乱, 二来是因为身边缺少, 如公孙殃, 身不害之类的鼎力推动之人, 是以迟迟未能行事, 今有苏秦, 此知, 人力虽是背了, 可自己, 想到此处, 燕文宫扫视了二人一眼, 苦笑了一声, 燕国是要改制, 只是寡人老了, 这件大事, 还是留待后人吧, 有清他垂头叹道, 哎, 寡人老了, 寡人老了, 苏秦子之面面相觑, 谁也不再说话, 又过了一时燕文宫抬起头来, 转向了苏秦, 内忧咱不说了, 苏子, 你再说说外患, 苏秦却将眼睛望向了紫芝, 拱手推托道, 若论外患, 紫芝将军最是清楚了, 紫芝剑文宫一望过来, 拱手应道, 回禀君上, 我东有蛮湖, 北有戎笛, 西南有赵与中山, 南有强旗, 除此之外, 并无他患, 燕文宫转向了苏秦, 阎国外患, 可如紫芝将军所言吗, 苏秦点了点头, 正是, 说着, 苏秦又转向了紫芝, 方才所言, 朱患中, 将军可惧胡人或荣迪吗, 紫芝坚定地摇了摇头, 胡人荣迪不过是野猫子, 虽有骚扰, 不足为惧, 那将军可患中山呢, 中山一向聚赵亲烟, 并无大患, 将军可聚赵人呢, 也不聚他, 那将军可聚齐人吗, 紫芝沉思有情, 低头不语, 苏秦又是一笑, 如此看来, 外来诸患中, 将军这是一无所惧了, 紫芝连连摇头, 不不不不, 就眼下而言, 齐人尚不足矩, 但就长远来说, 齐人是我的大敌呀, 燕文公连连点头, 此知所言甚是啊, 苏秦画风微转, 将军暂不说齐国, 单说赵人来攻, 将军该当如何的, 此知不假思索地回答, 燕军拒之, 苏秦再次点头, 嗯, 将军这是水来土掩, 兵来将党, 再问将军, 假使将军引军拒招, 胡人趁机袭后, 又该如何呢, 分兵拒之, 哦, 敌人再来呢, 这, 这, 这不可能, 此知显然是急了, 苏秦微微一笑, 哈哈哈哈, 此知将军, 常言道祸不单行, 天底下没有不可能之事, 治国也好, 将军也罢, 上上之策是防患于未然, 不排除任何可能啊, 苏秦所言是世间常理, 此知垂头不语了, 燕文公臣死有惊, 抬头问道, 苏秦方才所说, 国无常策, 可在此处啊, 苏秦转向了文公, 正是, 方金天下, 为势为利, 自古弃今, 小不欺大, 弱不灵强, 燕国不惧东湖北敌中山诸国, 皆因诸国势小利落, 燕国不惧赵人, 因赵燕势军力敌, 抗兵相弱, 燕国暂时也不惧齐人, 因齐国稀有三进, 难有强处, 眼下尚无余力北途, 然而, 这些皆是暂时之相, 非未来的远境啊, 圣君治国不求晋安, 求的是长策远略啊, 燕文公听得兴起, 连连拱手, 苏子所言善事, 苏子有何长策, 公请赐药, 苏秦亦还过一礼, 动情道, 赐教不甘, 草民以为, 自春秋已降, 天下列国为以士论, 士弱者图存, 士强者争雄, 天下有大国者七个, 燕士最弱, 堪与燕士比金者为赵汉两国, 除此两国, 燕或与齐战, 或与魏战, 或与秦战, 或与楚战, 皆无胜率啊, 燕国独具齐人, 不具秦魏楚三国者, 是有赵国党的前面, 得方位之力啊, 听至此处, 燕文公似有所物, 点了点头, 听苏子之言, 燕之长策, 当是结兆康齐吗, 苏秦轻轻摇了摇头, 结兆康齐, 是尽策, 不是远策呀, 请苏子交往, 结兆康齐, 或能解除尽患, 也即齐患, 却不能解除远患, 也就是秦魏楚之患, 因而苏秦认为, 燕之长策, 在于何纵, 何纵, 如何何之啊, 苏秦沉声应道, 结盟赵国, 韩国, 燕赵韩三国势力相当, 若是单独对外, 必遭欺凌, 若是三国合纵, 拧成一股绳, 结成铁板一块, 试问君上, 哪个大国胆敢轻举妄动啊, 苏秦义在合纵三进, 此时故意不提魏国, 是因为在燕文公的眼里, 魏国仍是强势大国, 是不可能与他燕国站在一块的, 燕文公子之, 显然是听进去了, 互看了一眼, 点头认同, 苏秦画风一转, 然而, 燕国偏安无鱼, 虽是长策, 却又非苏秦远途啊, 哦, 敢问苏子远途为何, 苏秦远途是寻觅一条强弱并存, 天下长治久安之道, 哦, 燕文公大感兴趣, 这道新鲜, 苏子细细讲来, 君上请看, 燕人不惧东湖, 不惧戎离, 不惧中山, 因为比起燕国来, 这些邦国处于弱势, 然而, 如果东湖, 戎敌, 中山结成纵钦, 形成铁板一块, 燕国敢不惧吗? 换言之, 燕国, 赵国, 韩国三国若是结成纵钦, 齐, 楚, 秦, 魏, 朱强, 燕能不惧啊, 四强皆惧, 还敢轻起战端吗? 自古弃今, 若不惹强啊, 强国不起战端, 天下何来战事啊? 天下皆无战事, 燕国何来外欢呢? 因而苏秦认为合纵, 既是燕国长策, 也是天下常治久安之道啊, 燕文公沉思了良久, 朝苏秦拱了拱手, 苏子大致, 寡人敬福, 天下常治久安, 原是寡人梦中所想, 今听苏子之言, 或不是梦了, 寡人有意恳请, 不知苏子意下如何呀? 苏秦恭听, 千里之行, 始于足下, 燕国帮小示威, 苏子若不嫌弃, 就从这里走起吧。 老燕公此言甚是实在, 苏秦身为感动, 起身扣道, 苏秦叩谢君上器重, 燕文公正欲回话, 陡然看到老内臣在门外守候, 示意他进来, 老内臣走了进来, 启禀君上, 殿下求见, 燕文公略略点了点头, 苏尔来了, 今日是他母后忌日, 你可引他先去赵妃宫中, 见老内臣领旨而去, 又对苏秦和子之苦笑了一声。 今日是先夫人赵妃的忌日, 寡人与他夫妻一场, 得去望一望他, 我们君臣之间只好改个时辰再续了, 自知啊, 苏子所义长测, 甚何寡人之意, 如何去做, 你与苏子可先议议, 自知扣道, 末将领旨。 赵妃生前住在锦华宫, 离明光宫尚有一些距离, 太子苏兴冲冲地跟着老内臣左拐右转, 不一会儿就已经走至了锦华宫前, 太子苏见是母后生前所居之处, 心头一震, 正欲发问, 老内臣已先一步地拱手道, 殿下请。 太子苏望了他一眼, 不无犹疑地跨进了宫门, 走入正殿, 太子苏的心头又是一阵, 因为映入眼帘的不是别物, 竟是生母赵妃的牌位, 让他更为吃惊的是赵妃的牌位, 旁边竖着另外一个牌位, 上面赫然写着鸡鱼的名字, 太子苏脸色一沉, 转向了老内臣, 这是怎么回事? 回禀殿下, 今日是先夫人十周年祭日, 太子苏手指着另一个牌位震怒道, 本宫试问, 何人敢将逆贼的牌位摆在这儿? 身后传来了燕文宫的声音, 是寡人!